台湾中时新闻网22号消息称 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当地时间20号 通过2024财年对外援助支出法案 其中包括为台湾地区提供1.13亿美元 所谓军事融资 报道声称 这比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 于7月12号通过的2024财年国家对外行动法案 为台湾地区提供5亿美元军事融资的版本 大幅减少了近4亿美元 报道援引美国国防新闻周刊21号报道称 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 于20号以27比2的票数 通过2024财年对外援助支出法案 其中包括为台湾地区提供1.13亿美元的军事融资 而两张反对票是由美国反华议员 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 和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代布费舍尔所投 报道称 相比中议院拨款委员会于12号 以32比27票数通过的 2024财年国家对外行动法案 参议院的法案版本对台湾没这么慷慨 向台湾地区提供军事融资 是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 在5月提出的10项两党提案之一 而美国众议院的法案版本 还包括为台湾地区提供高达 20亿美元的贷款和贷款担保 但参议院提出的 2024财年对外援助支出法案 对这一点只字未提 报道提到 美国参众两院将在今年稍晚 为法案援助台湾的标准 和最高限额差异进行摊牌 中方此前曾多次敦促 美国停止与台湾地区 勾联合对台军售 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 7月5号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 就美对台军售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方罔顾中方核心关切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蓄意推升台海紧张局势 无异于加速把台湾变成火药桶 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深渊 我们要求美方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停止售台武器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军事勾连 切实履行不支持台独承诺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无论是美方以台制华 还是民进党当局一物谋独 都是痴心妄想注定失败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